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是腿 今天一樣要來分享 三國自治幻想大陸的遊戲資訊 不知道各位已經看過我昨天發布的新影片了嗎? 沒錯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跟大家介紹 昨天影片中提到的 可以解除沉默效果的某隻角色 馴玉 那馴玉我個人預測 除非台服有調整順序 不然沒有意外 確定會跟潘鳳一起登場 至於馴玉的登場 我相信一定會為台服的環境帶來一些改變 至少有一個以上的隊伍會大幅增強 然後有好幾隻角色的能力會因此受到限制 這一期我一樣會簡單的介紹他適合的隊伍與用途 想必大家都已經迫不期待想要了解他了對吧? 那影片開始之前 後台數據告訴我說目前還有將近七成的觀眾 還沒有按下訂閱 那麻煩各位大大們幫幫忙啦 OK 首先馴玉這隻角色是初始SS阿卡 他分類是CHMS遠征角色 也就是下一期的限定武將 那各位要注意一下 DHMS大部分的玩家是稱呼他為CH3.5 有點像是外傳的那種感覺 並不是正統延續的CH4 那他入手的管道全部就只有四個而已 首先就是角色的PU池 到時開放後會有一段時間的巡域UP 所以PU券還是有用的 大家可以持續累積 再來就是遠征招募的這個 常駐大眾池 當開放巡域之後 這個常駐的遠征招募池 就會直接更新巡域進去 對 各位沒有看錯 從這個CHMS的遠征開啟之後 就不會再推出像前幾個版本一樣的 當期大眾池了 你又只能大海撈針 想依賴遠征招募券 拿到自己想要的角色的機率 就會變得非常非常低 那這個部分就等實際開放後 再想記得跟各位講解吧 第三種就是靠30抽的寶箱 大遠征碎片來兌換 至於最後一種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金龍商店會更新巡域碎片 不過每個禮拜可以兌換的總上限 還只有維持在60個而已 好 接下來技能方面 首先巡域怒攻的效果是 會對敵方攻擊力最高和生命值百分比最高的兩名武將 造成168%的法術傷害 並且對攻擊力最高的單位 斯嘉不可被驅散的惡虎進食效果 持續兩個回合 那惡虎進食這個能力相當特別 它的效果是 會把攻擊時造成的25%傷害 轉移到除了自己以外 另一名生命值百分比最高的武將身上 不過如果場上只剩下自己的話 還是會回到自己身上 並不會流失 它這個效果的意思我舉例一下 例如我們有巡域 然後對方的薑瑋是攻擊力最高的武將 這時巡域的怒攻 會讓對手的薑瑋擁有惡虎進食狀態 接著當對手的薑瑋對我們發動攻擊之後 造成傷害的25% 會打在對手的角色身上 並不是說這個25%是打在我們最高血量的角色上 所以對方只要出手 是有機會反而把自己的隊友打倒的 這算是一個還蠻特別的機制 至於168%的傷害倍率雖然很高 但畢竟是輔助型的武將 傷害就不是重點了 然後重點來了 巡域怒攻的真正價值 並不是惡虎進食 而是五星之後 當巡域使用怒攻時 會把自己消耗的50%怒氣質 平均分給除了自己以外的所有隊伍 然後每個人的恢復上限是200點 這個能力就真的噁心了 大家都知道怒攻的發動條件是 需要累積滿1000點怒氣才行嘛 然後上限是2000點 這樣就代表每次巡域怒攻時 最早都會給全體每個人100點怒氣 但人數越少 每個人分的就越多 整體怒攻節奏會變得相當驚人 接下來被動方面 二星跟四星的效果就是相當普通的 數值加成 但重點來了 三星的情慾 可以獲得王佐之財效果 這個能力是 開局前兩個回合裡 火方所有的角色 第一次受到除了撞飛以外的控制效果時 都可以立刻100%解除該效果 然後重點 就算是不可取散的能力 也一樣可以清除 那控制的範圍 包括暈眩、麻痺、魅惑、冰封、雙火、沉默以上6種效果 這就代表什麼? 接下來張水隊伍跟呂部隊伍都可能會陷入相當大的危機 因為冰封、雙火這兩個效果是劉備的嘛 魅惑則是貂蟬跟陰姬的 尤其貂蟬是超級多玩家討厭的角色 開局就會直接發動魅惑 真的很強 但接下來的版本可能就會因為群域而有所改變 暈眩是曹人、高順這些角色的效果 最後提下沉默 昨天介紹的攀鳳 他會讓自己陷入沉默狀態 不過只要你們同時讓攀鳳跟群域一起上場 就可以變成攀鳳怒攻、沉默 接著群域解狀態 然後攀鳳滿怒、再次怒攻 那講到這邊 相信也已經有不少玩家猜到了 沒錯 繼攀鳳之後 群域又是一隻滅隊確定能用的強力掛劍 畢竟怒攻可以提升隊伍的怒氣節奏 然後以往切後與各種滅隊需要讓主力輸出的攻擊力降低 來避免貂蟬的魅惑控制 因為他的優先選擇目標是男性攻擊力最高的單位 所以降低攻擊力雖然可以防範貂蟬 但也就代表破壞力跟著下降 那這樣對於速戰速決的滅隊來說其實是不好的 現在有了群域之後就不用再管這些 直接塞好、塞滿就對了 反正被控制之後有群域可以立刻解除 這樣下來靈寵白虎也能發揮出最大的效果 讓增傷與怒攻節奏都提升在輸出身上 光是想像都會覺得相當可怕 各位是不是已經迫不期待了 但等等才介紹到一半而已 萬一對手沒有控制手段也沒差 第三回合結束時沒有被控制的單位 都會各恢復20%的最大生命值 那這個能力對於滅隊來說其實還好 但不如消補 接下來覺醒之後 一火跟三火的效果就是讓群域在前兩個回合 會提升30%到50%的最終減傷 雖然每清除一次控制 這個效果會減少5% 不過同時會恢復群自己10%的最大血量 對於群域本身的坦度其實算是相當不錯的 然後重點來了 五火之後怒攻時的怒氣轉移 會提升為100% 然後每個武將的上限變成400點 也就是說每次怒攻全體最少都可以獲得200點起跳的怒氣值 只能說群域真的有夠噁心 至於群域方面 這個地方比較模糊 導致這個效果有可能很強 但也有可能很普通 就是只要同時上場三名衛國武將時 就可以提升15%減傷 但這邊我不確定是 提升群域自己 還是上場的衛國武將 這邊可能就要麻煩知道的玩家們幫忙補充一下 然後武方所有的角色每次怒攻時 會讓所有的輔助武將恢復5%最大生命值 那通常前後隊中有可能出場的輔助武將有 群域 夢霍 曹丕 郭家 蔡文基 算是不如小補啦 那各位以為群域的介紹就到這邊結束了嗎? 並沒有 畢竟封面就已經說了 他是一隻開局就達到巔峰的角色 對沒有錯 群域開放的同時 高機率會讓幻武一起上場 當然這不代表是免費手 還是要抽啦 那群域的幻武效果非常強 首先第一個能力是 會讓惡虎進食的傷害提升為35% 算是還蠻有感的 但這並不是這次的重點 重點是效果2 這個能力會讓群域的初始怒氣值提升600點 然後只要再配上降魂錄 降魂與怒氣寶物 這樣就可以讓群域盡早使出怒攻 來讓主力輸出的怒攻節奏加快 真的超強 然後惡虎進食的單位攻擊造成傷害時 不論是普攻、怒攻還是龍魂技 都會隨機驅散被攻擊的我方武將 一個簡易狀態 如果隊友都沒有狀態的話 就會改成恢復5%最大生命值 這個效果我相信大家一定能了解到底有多強 剛好驅散到很煩的狀態時就價值連城了 最後效果3次在戰鬥開始時 就會釋放一次惡虎進食 附帶30%的異常狀態命中 那這個效果雖然是怒攻的意思 但我測試下來 這開局的惡虎進食並不會恢復怒氣 然後每次發動王佐之財的青竹狀態後 會提升群域自己40%的異常狀態命中 持續到戰鬥結束 最多發動兩次提升 接下來再度噁心的重點又來了 惡虎進食的狀態變成可以跌加 只要敵方武將每多一層 就會把轉移的比例增加15% 最多可以增加45% 這樣就代表原本幻無一的效果 就已經讓基礎變成35%了 現在最多額外增加45% 總共加起來高達80% 這樣對手打我們時100%的傷害 我們直接受到20%而已 剩下最多80%都會讓他打在自己的隊友身上 你們可以想像這有多離譜嗎? 原本明明是隊伍裡的王牌 現在卻變成隨時都有可能 親手毀掉自己隊伍的內建 真的真的太噁心了 那最後總結一下 我個人認為群域這個角色 是超級值得投資的人選 尤其是切後與各種滅隊一定要入手 超級超級重要的輔助掛劍 搭配起來的強度真的太誇張了啦 等實際開放之後 我也會來跟大家分享組隊建議 至於其他隊伍的話 我認為髒水系列隊伍 也是可以考慮補償的選擇 因為迴怒節奏跟解除控制 也是這個隊伍非常需要的效果 尤其是在內戰裡 誰的主力輸出先被貂殘控制 誰就能先掌握主導權 但我認為提升的強度 並不會像滅隊那樣來的明顯 簡單來說 在一起應該就是讓切後與滅隊 發光發熱的版本 那希望這次影片有幫助到你們 我是隊伍 我們下次見 掰囉